大家好 我今儿看到一个人说一个观点 我觉得说的挺挺对路子的 也是把他的观点拿过来 跟大家扯不扯吧 说这个中美之间呢 其实目前呢 已经进入一种这个准战争状态 或者亚战争状态 因为这个人生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吗 啥意思呢 就是你不要恪够求见嘛 上一次战争的话 他可能是在朝鲜的这么一个样子 我们的老官子都是想的 如果中美打仗的话 肯定是在台湾打 而且的话我们一说打仗的话 肯定就是真枪实干 是吧 就是炮火连天 导弹核武器 他说现在这个美国人呢 很狡猾的 美国人这个 美国人他是这样子的 他在这个什么 俄罗斯这边呢 他要找这个 人类文明的 这个意义上的存在感 他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呢 这个国家呢 独裁国家嘛 这个有一句说一句啊 有些人知道这个 现在西方社会啊 搞这个左派那一套 很讨论 很造人讨厌啊 反传统 反文明取消文化 有点像中国的文革是不是很讨厌 觉得这个俄罗斯啊 再重返传统 哎就是俄罗斯挺好 好不好不管说啊 俄罗斯他也是个人呆的地方 也是一个人的国度 你说是不是 你说有人的地方 你的权力就要被限制 是不是 你如果权力不限制的话 一个天使降临在这个地球上 降临在人间都是一个纳基 都是一人渣 你说普京这个人 他他妈的当总统 你当了就二年 真的 我就假定他是个天使吧 他也早已变成个人渣了 这不是个好事 你任何意义上的开拓都 任何意义上的解释 都你说服不了我的 这个独裁这个东西啊 很讨厌 人呢被权力异化 人呢被权力这个诱惑的 简直是诸果不如 这是人间的大灾难 毫无疑问的 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人间社会之所以这么多苦难 都是人混蛋 而人混蛋里面最大的混蛋 就是公权力的乱搞 胡作非为就是权力得不到制衡 对吧 这个俄罗斯肯定是这样子的 俄罗斯呢跟美国人交锋呢 我说实话 美国人是要从俄罗斯的身上啊 找文明的存在感 就是我比你他那样的文明 我是自由的国度我是民主的国度 对吧 虽然是这个拜书记是靠偷票上来的 那也是选举啊 是不是 而且这而且你不管你怎么说 这个老拜他不可能受到20年的美国总统 现在快三年多了 四年 四年估计就滚蛋了 是不是 如果四年不滚蛋最多也就八年 是不是 你再投一次票八年 是不是 不可能八年以后你还在干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俄罗斯这种一干20年的情况在美国不能出现 你就冲这一点 美国人就觉得你俄罗斯是一个不文明的国家 不民主的国家 这个意思 但是你且记着 美国人跟中国人打架了 他不是的 美国人跟中国打架了 他不是追求的文明的这个意义 也不是追求你我这个国家的制度文明有多好 而是追求实力 因为中国是目前仅次于美国的大国 俄罗斯是一个小国家 虽然地方大没什么钱 是不是 早就已经是不打地了 但是中国现在土豪有钱呢 我告诉你啊 所以俄罗斯跟美国他可以在战场上短兵相接 但是俄罗斯中国跟美国他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我比的不就是谁有钱吗 我比的是谁不是谁的技术好吗 什么火好吗 叶九四郎吗 就是我的火比你好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这个其实啊 中美之间他进入一个战争状态啊 准战争状态 其实他已经表现为这个什么贸易战 表现为这个技术封锁战 那技术技术封锁战 他本来就是一个正二八经的一个战争状态 是吧 我先打你的技术 完了以后再收拾你的 习包子的狗猪头 是这个意思吗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啊 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叫什么来着 叫本次这个气球的事情 了不得的事情 他们说这个土工这边呢 为这个气球的事情呢 已经是交头单额啊 各种自己自己无法解说 自己撒谎撒也远不了 所以他们讲 他说这个气球反谍战 叫做反谍战 就是间谍战和反间谍战 叫反谍战 美国人呢 这次是完胜了啊 说当这个气球啊 进入阿拉斯加的时候啊 他是从北极那边飘过来的嘛 是不是 那时候你现在美国对自己的这个观察 何等的高明的技术比你好吗 其实人家早知道 早知道你这个球 你这个垃圾气球就忽悠忽悠就过来了 而且早知道你是一个间谍气球 说美国在阿拉斯加的领空 就被就就就被跟踪了 一直就不打你是吧 当时美国没有支撑 而当他进入美国的这个主要的本土的时候呢 气球已经被美国的技术人员压具给控制了 就是已经变成美国的一个气球了 我就通过这个 他们就要测反 就是我已经把你这个 所有的一切一切都给你控制起来了 说美国不仅让他无法收集到有价值的情报 而且呢 通过他收集到的美国所需要的情报 密相控制 反谍战 因为我这些个词儿可有意思了啊 而且屏蔽了这个中共 通过这个国内的这个基地 向这个气球发出的任何的指令 说这个气球啊 他有一个自爆的装置 如果被美国人控制了以后啊 他就自己引爆 就炸了 因为他主要是斯坦情报嘛 把这个自爆的这个系统 也压给你控制 导致你失效 所以你就看着这个气球在空中飘飘啊 是吧 美国人就让你飘 你能把我怎么递是不是 完了以后我通过这个气球 我收集里大量的情报 从阿拉斯加飘到美国 时务可不短 然后从从从这个蒙大拉飘到这个北卡 是不是 那边可可时间不短 该有的东西都有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哎呦呗 是早就被美方控制了 移植到了北卡那边的海海上面 然后他本身六万公里 然后美国人呢 把他控制住 让他下降 下降到多少那些两万公尺 两万英尺的话 也就是现在飞机的高度嘛 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然后再把他用用用战斗机把他打下来的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很多人在那里奇怪 说这个东西六万英尺高 这个人类的飞机战斗机能飞那么高吗 六万英尺高都没空气了 现在所有的飞机都是靠动力传输 靠空气推动的好不好 是不是 没有空气的那都是宇宙飞船的都是 所以呢 其实是把它降低 把它打下来的 很多个消息都我们做的不实 是吧 说这个说这个美国啊 现在啊 国会也开始介入这个事情了 定性为美国历史上第三次领空领土领海 遭遇直接侵犯的事情 第一次呢是珍珠港 第二次呢是本大灯袭击这个双子楼911 是不是 说第三次呢就是这一次 而且第三次呢比前两次还要还要这个严重 而且那细胞子后果更严重 你知道吗 是不是第一次珍珠港嘛 直接把日本去干翻了嘛 是不是 第二次本大灯嘛 直接把本大灯就斩首了嘛 是不是 这个东西 第三次比前两次还要严重 我告诉你 不是说你现在国务卿不访问中国了 就这么简单啊 没有的事情 比这个更严重 我话筒都没拿过来 声音刚才不大好 有我歉子了 真的 没那么 没那么 没那么简单 说是 说是 开玩笑 中国这边有多大的损失呢 我们说过嘛 气象局就是一个军事部门 中国一直在打什么 间谍战 什么气象战 什么生物战 武汉病毒就是生物武器 生物战 完了以后 这个本次的气球就是叫间谍战和气象战 这是战争状态 真的不骗你啊 战争状态 所以你看这个间谍气球的事情 你应该从战争的角度去去去分析它 我觉得有道理啊 就两个战 一个是间谍战 反反谍战 真是大片大片啊 第二个就是气象战 都是军事 有多大损失呢 土工 说土工从这个气象局 中央军委的那个所谓的气象战 这一套系统 所有的情报 他们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60年代 50年代就开始搞这个事情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通过这么一个管道 通过这么一个祈求 美国人都给你掌握了 你对于过去这么多年 你积累的关于间谍战和这个气象战的 所有的信息都被美国人掌握了 就这么严重 他们甚至有可能说 你在美国所布置的所有的间谍网络 都被美国人一锅端了 所以为什么中共的反应那么怪呢 说你们反应过度 我们就是一个气象气球 你开玩笑 你问你既然是个气象气球 你爱打不打呗 为什么你要抗议呢 是不是 里面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东西 被美国人拿到了 这个事没那么简单 他们说第一 你看到的国务卿 他们不访美国了 这是第一步的反应 应该说如果你是个气球 一个气球的话 这种事实在其实很多的 没有必要这么大的反应 是吧 第二 用这个战斗机把它打下来 这是向全世界宣告 我就是一场战争 我就弄死你 就这么简单 所以第三 美国接下来对中共到底怎么动 怎么手 怎么干 还不知道 反正上一次你就看得到 比如南斯拉夫的大使馆的事情 是不是 先就发现你 你里面有这个情报系统 有谍报系统 然后直接用导弹 你就给你轰掉了 说这次接下来还有大事出 还有大事出 到底出什么事呢 不知道 反正现在从国内这边 从中国土工这边 撤这个气象局长 是一个军事行为 是不是 你是一堆的人 都要掉脑袋 绝对要被杀头 他们是至少一千人的 就这个系统的 所有的谍报人员 你一定要杀掉 是吧 包括美国的 否则的话 你美国人把它弄进去了 那绝对是 绝对是麻烦大了 去了 因为包子这些人 想跟美国人谈经济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 这个情况 非常的吓人 现在包子里已经没有办法了 所有的东西都挪到美国人的手上 包子里就是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杀人没口 说你拿到我情报 我没有 你没有人质 是不是 你找我没用 我 你说什么什么人 没有这个人 都是一个假资料 所以包子里接下来要全球围绕这个事情 要把自己的所有的间谍 都要干掉 杀人没口 他们北京的人告诉他 至少有一千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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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